在香港的時候 以前我們都叫鬼魯 因為那個皇子 皇貴很強 他知道我從 到台北裡面去看那些 看那些 英文對建築之前不有興趣 可是以前沒有東西寫過 才知道說他跟台北局員買過 兩個擦餐廳 台灣最早白龍牧師 台灣蓋在八戶一起 然後台北局員 台北那個 恒養路群已經採訪 然後他現在是台南 最早白龍牧師 這是那個德基南 然後這是我們的島子那樣的 那個碼頭 就在碼頭的地方 我剛才有說那個 那個溪流的上游是哪 這是碼頭 最久就選到這個位置 然後這是碼頭 然後這是劉老師 然後就這樣挖他 你才知道說 因為這個河的地是這麼深的好 然後我現在以前 三百年前我走的這個碼頭 以前都是熟 我要講這一次說 其實有什麼 就是我剛才講那所謂的 在民視 有時候你就真的要理不懂的時候 你看就是現在的樣子 所以我最開心的一道就是說 不知道怎麼搞的 開始你去了解這些意思 你知道嗎 你在走這個街道的時候 其實你有兩個 這個腦袋裡面有兩個長 一個整個是你眼睛看到這個 現在的畫面 一個是你腦境裡面 一邊理解到我的理解 可是很高 真的很有趣喔 真的很有趣喔 你在走的時候 你在走的時候 我想說 哇這以前這邊 在聽從企劃都是樹 然後這邊整個是沙灘 然後碼頭在哪裡 其實就像你下去一些老街 或者是 比如說 比如說 像伯伯這樣 伯伯這樣 像那個叔叔這樣 像你現在在走台北西文店的時候 我們現在看到西文店 跟你們現在去找什麼 你們想像一定不一樣 是不是 我們這樣看到就是很簡單 就是那樣子 可是你在看到現在西文店的時候 其實你腦袋裡面 除了以前 年輕時候的西文店 是不是這樣 對不對 然後 日本高跟就在這個地方 其實他現在這個地方 其實你說真的有什麼 賣點的用 可是他很 他很 他很 他會先把那個歷史箱 那個城市箱灌到你哪裡 然後你再走到街道 然後你就突然 你知道意思嗎 你明明看到已經是一個 殘疾 不要說現在老 是一個殘疾 可是因為你 你不要走之前 他就已經把那個 城市輸入到你裡面 你就看到 哇 我這以前是一個宮殿 我這以前是一個什麼 什麼 什麼繪色 然後你這樣整個走過去 明明就沒什麼東西 你就覺得整條件好漂亮 就是這樣 所以 一樣的意思 所以我意思是說 當我們去寫一個實物 然後到建築的時候 其實他有一個文明在這邊 人物 人物的東西 這是台南的幹齋 然後那時候 其實也是會不會看到的資料 然後我真的就花時間這樣去找 去找 去找裡面 他都藏在不同的地方 然後其實在找的過程 就是一個 你說玩也好就是可以去 然後就特別去那個 吉貝爽 那拼補足的那個 祭 他們住在內陸 現在就看是在內陸 可是對以前他們 因為他們一直覺得他們 祖先是從海 那個如果有趕的人 有趕時間就先走 那個他們以前 祖先是從海上來的 那我剛才是講過的 你現在看這邊是內陸 整個陸地啊 可是在幾百年前 他們剛住在這裡的時候 還可能就在這個地方 所以他們有所謂祭牌 其實祭牌就是在祭 祭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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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祭牌祭牌祭牌 他們前來的地方 然後 對啊 你就去看 這樣的一個儀式 KO的儀式 什麼 這都要特別去 你要找 你要去找 然後像比如說那個 9月10號就是祭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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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之前他們那天去 去訪那個定更 做那個什麼叫呼站啊什麼那個 他們叫那個 祭牌那個鬼的 鬼神的那個 泛戰那些 在那邊你才可以看到整個文化的神圖在那裡 所以我意思是說很多東西你要去找 有些東西你可能搞不清楚 基隆那個什麼 那個 晃水燈 其實有時候那些 當天的那些活動 被放大的人想說 當然還是有話看得懂 可是真正有趣或比較生動的地方 反而是你體肩體肩跟所謂的製作物質 這都是要去那個 燒網船 這個 他很久 這很久 然後他很有趣是 其實我去了兩年 小時候去過一次 沒感覺 年輕時候再去一次 很早一點再去一次 然後看表演 然後這是大概在前一句 然後我可以講那時候去的是在觀察電話 因為那一年啊 他們被指定為台灣 非物質 非物質 非物質化一臺 那個文化的製成兩種 一種是物質 就是看得見摩托達的那一種 然後一種是無形材 這個叫無形材 這個叫無形材 不是非物質 無形化一臺 就它是一個儀式 或等等 然後西港 西港稍後在那裡被列進去 我那時候想去看什麼 其實儀式大概都看過 我是想要去看說 被列入之後 他們那個整個區域的反應 因為一般有時候 不是說廟會 就像我剛才講的 其實正在每個都會 我們總是 有時候成勝或者敗神 因為剛剛那個廟會就是 有點吵 或有一點所謂世俗等等的反應 可是你如果比較懂的 其他旦廟會的 一定有規矩在 一定有它的傳統規矩在 可是這不能否認 就是說 其實在這個傳統規矩裡面 其實它也有很多 不管是商業化 或者是所謂的一些 便宜形式的地方都進來 那問題是當它被指定 整個國家的一個 重要文化解說 它會有什麼變化 這我是個人去的 我是想要觀察這個部分 其實就是我意思說 你去的時候 我覺得說 有一個東西你去看 不是可能 就是每一個東西你出去 總是有一個心理想 你今天到底想要去看什麼 你今天的重點是什麼 你自己心裡今天想 你不可能包三包圍 全部都看你 不可能 但是你至少說 我這趟出去 有什麼是你想要觀察 拍到或是瞭目的東西 先想這個 那一個問題就好 那我就想這個 那這到底會怎麼樣 其實很多 其實包括他們已經把那整個遺事 傳統的都留下 因為已經被編定為那個說 無話才說 他們知道這東西是讓有事要流傳 所以他們等於這一趟 就在前年那一次 他等於要做一次示範 所謂示範就是這樣 現在所有進人的步驟 就是被考證過是完全 遠之遠問或 或原始 然後這東西就依照這東西 就是這樣整個下去 就不對的 中間不能在於以前那些便宜行 便宜行事或是亂家 或者是遊遊 那些那些根本是 後面才嫁進來好幾個 所以他每次也做了一次整 然後但是我要講句 最好玩的是 就是那個老居民 因為他們那個船在走 其實這個船在走的時候 前面會有人拉他兩個 兩個繩子 其實在早期的話 這是在我台 但是現在的不管是任由他 下面是有文字 但是他有兩條繩子 給信徒拉 給那個信徒拉就是 一路拉到那個海 其實也在 也已經沒在 拜的地方是在陸地上 然後隔天早上要拉到海 就拉到先 拉到那個先拜 拜的地方 然後在拉的時候 你就看到 你拉的人有兩種 一種是當地的居民 或廟裡面的 一種是觀光客 然後基本上廟裡面或當地居民 不會穿一件背心的 然後上面就會寫 後面就印好說 西港網船機 然後台灣 國定指定武化財 反正就是一件衣服這樣 幫自己做宣傳 然後最好笑是外老人家 我會跟前面老人家說 欸走好走好咧 我們是武化財 就是 我會想感覺就是 不管說今天這是國家給你的一個封號這樣 可是他們自己開始做不是這樣的東西 他們已經不會像以前就是說 啊 是 主委公安啊 主委說什麼 他們就做怎樣 就開始他們對這個東西他們很猜 所以 那時候我去看的時候就覺得很好笑 然後 就是每一位老人家就是很震驚 你知道嗎 我會講就是那種 小學生第一次去表演什麼 那種非常在乎這件事情的那種表情 就很有趣 好 正正 我還是想說有一些 有些我自己寫的東西給大家看 那其實大概也是這一些啦 那 像這個 我就不開了 像這是那個那個 那個 那我基本上有說 其實大家如果 以目前來講 我覺得說 後面都會開始會有課 那如果想說大家 現在有那個部落格的建築者 已經有進一部落格 都有 沒有 你們都沒有 都還沒有 你們怎麼人家老 大哥大姐都裡面 我覺得說現在的 回去 就回去自己去開兩個東西 一個是把FB Facebook打開 設一個帳簿主 一個是去建立那個部落格 因為你得到三個銀子沒有那麼大 然後我常常講說 部落格跟FB 其實就像那個棒球裡面的長大團 好 部落格你就想一些事情 寫 你要讓人家永遠看不到的東西 FB Facebook就是幹什麼 就是 把人家畫灰蝦到那種 急急搶救啦 不要誤捧你犯 就在FB上面用 因為FB的傳播非常的快 那 可是FB的作者 就是你 因為你一天 可能過個傳播是在想 人家找不到 那這時候就叫環部 環部落格 就是 部落格你要想要用的就是說 你的文章放上去 他不見得傳播那麼快 可是他等人家永遠找不到 那FB的跟我們在怎樣 他 他不見得說 你很好找不到 可是至少是說 他有時候傳播出那麼快 你不要覺得你會有少 你 我就開去玩笑說 常常我們也有在那邊呼救 你說 好啦 有時候我佔你也會幾百人 可是你說那個幾百人 你真的可以 有多少人來救也不一定 可是你說永遠不知道 就像我講的嘛 你可以換 就是說你永遠不知道誰會來 然後那邊常常有時候 他代替人到你 他會幫你走 他一個就是兩千三千 你懂我意思嗎 就不是 就是說你總要有個原點 或者不管是道遠或其他 他不知道 他不知道你這個事情 可是當你開始寫的時候 他發現這事情 應該幫一下 問一下 做一下什麼事 就出去 所以我一直說 因為如果你來這邊 這樣要醫學級的話 我覺得這兩個東西要弄 然後不管說 開始去那些東西 開始去練習 做操 這個東西都不需要 所以去看一下 其實這個東西 就像我剛才講的一樣 就是從 你還記得寫作 媒體的報道 然後到後面 OK 反正我想就是 就是這個 從你的開始寫 你永遠 可能就是有媒體他會來報道 你必須躺著 有時候會造成很大的輿論的力量 是必須要媒體的 那一旦媒體報道得多的話 其實他就會改變到社會的一些問題 或者改變到一些情況 其實是有可能 所以就是要有罪 那其實這是一個啦 其實那時候我是講的是說 其實 有時候不管說他是青年或中年 其實你只要有寫的話 你的網絡 你可能要從學者這邊 去收集一些所謂專業的資訊 透過組織去擴散 然後 包括你 也這些東西就是給 告訴你年輕的小孩子 你要教育下一代 告訴他一些 現在的故事 或者是告訴你的鄉親 比如說 講的就是 有些東西有人支持 有人不支持 或者有人根本沒有理解 那 透過你的方式去讓這些鄉親 你就知道 這個事情是怎麼樣 就是他整人太多了 你沒有孤獨 你不會孤獨 啊 你知道嗎 你也很多事情看你 你可能要去生育上 你可能要去保訓什麼 你可能要去理鄉親對組織 你可能要去教育上 其實你那個東西出去 不是說你是 什麼孤燈下 然後一個人在那邊坐著要寫來 然後懶人感 沒有 其實他是一個人 當你寫完 你丟出去的時候 他就是一個人最大的一個人 一個行為在掌聲 然後 我想說比較重要的是說 環境寫作 因為這是一個環境寫作的課 那我比如講說其實 第一個大家沒有記者 不是記者 也沒有什麼薪水 然後也不是說什麼東西寫了 然後 就去得獎或怎樣 我覺得很重要其實就是 就掌聲那個概念 就是說 枕頭上自己回到這個時候 你自己人自主的一個生命 其實到環境最高的情節 就像我看到日本 日本坐在西邊看的 他就是一個很自然 然後你很舒服的一個環境 我現在就看了 你應該這樣 我應該會ème 你應該這樣 然後我應該這樣